我們監察院的秘司長 我已經叫你主席了 請陳秘司長 監察院的同仁大家午安 請陳秘司長 那我請秘司長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們法治委員會搞到現在才過來 因為今天早上去教育委員會那邊 希望對這個 這個要承認中國協力 那國民黨跟共產黨勾結 會害到我們的年輕協助這個部分 我們去做一些抗爭動作 所以比較慢來 但是做一個法治委員會一定是要來這裡跟你們請教 所以這個不好意思讓你們再忍耐一下 不過說到這個 承認中國協力這一些 這些事情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 我們協助的潛意 甚至 違背一些 我們的一些 法令 或是通過的一些程序 比如像說 以前簽署的一些 所有的協議都自動生效等等 請教一下 這些是不是監察 院員也可以管的 有沒有按照程序做事 只是為了一役的輕忠的話 像這種你們也可以管嗎 這個 這個政策性的問題 可能監察也沒辦法過問 但是他這個在行政為師方面 只要有行政為師 那當然事後我們監察院也會進入 那至少那個其他像美牛 這一兩天又進來了嘛對不對 那又產生很大的爭議 那這個應該你們就可以管了是不是 這個有關這個牛肉進口這個事 對 有委員在調查 對嘛 你們這個你們就可以管了 其實你們已經管過一次了 我知道了 你們已經管過一次了 但是管過一次 好像管的沒有什麼效 不大尊重我們立法院的賊役 然後呢 好像不大尊重監察院 你們要不要再管一下 為什麼 一個行政單位 可以搞成裡面 搞不清楚 然後呢 經濟部講經濟部的話 衛生署講衛生署的話 然後 這個話又變來變去 最後衛生署使長就講四種不同的話了 那像這樣一種不是很混亂嗎 像這種混亂 不會造成民眾的 覺得說 這個行政單位怪怪 另外一個 心中產生恐慌 因為恐怕 這個件事情可以用這樣騙的 偷偷的進來 那以後的其他事情是不是也可以一樣用騙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是監察院的範圍 這個 有關這個牛肉這部分 我們當然事後它的發展 我們還是要追蹤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當然這個可以推給定義 當然連定義也是改進去啊 什麼舌頭是不是內障也會討論半天 那當然這個 說要訴諸專業 這個也是很好笑 請專家來判斷 這個舌頭 跟那個 牛斌 這算不算內障還是外障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這個 但是 重點倒不一定是在這裡 重點是中間有沒有 利用一些 對於立法院 立法的不尊重 或是對於現有法規不尊重 主事說 上腳起手 當然假設這裡面是有所謂的 利益糾葛 是不是你們監察院就可以查了 那當然 好 因為有人 我們 有人跟我們前請 說其實美國人要賣牛肉 他們是要賣的 而且他們已經在賣牛肉了 到台灣了 現在只希望到帶骨牛肉 因為美國人是在賣牛肉賺錢的 但是有一些華人 懂得說內障 是可以來賣錢的 而且內障在美國就很便宜 因為沒有人要吃 他們號稱說 58%吃掉 其實也都是 莫吉哥一跟華人在吃 在美國 因為我們去跟誰 誰會買那些東西 美國人當然不買 美國人當然是 買牛肉來吃 買牛肉已經很便宜了 在美國 所以內障很少人吃 但是華人知道 所以聽說是華人的公司 配偶這邊的進口 那邊的也是華人公司 那這些公司聽說跟 馬英九選舉總統的時候 有很大的 的 政治獻金或是所謂利益 所以才 美國人並不一定那麼急 但是這些華人的商 商家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可以變 垃圾變黃金 沒有人要吃的東西 變成台灣人喜歡吃這個東西 所以等於暴利 跟那個牛肉不一樣 牛肉是很清楚 多少利刃就多少利刃 這個是本來就好像垃圾一樣 這裡面 這樣我就要證書跟你講了 所以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去查一查 這裡面有沒有 哪一些商家是華人在裡面 這些人華人因為內行 有沒有跟這個所謂的政治獻金或其他的利益糾葛搞在一起 所以才會想盡辦法要進口前流 包括可能有毒的這些部分 以至於讓我們六安很忙 結果六安的不管國民黨是民事進步黨 我們通通都覺得說這樣子太粗躁 為什麼那麼粗躁 而這 弄完以後呢 我們有覺得這次還以說 舌頭是不是內臟 這樣子 過關進來 又造成另外一個 社會的波動動盪不安 恐怕要查一查吧 是 我會把每人意見帶回去 好 那至少這個是可以查的 另外一個 最近另外一個有名的就是 炸弧線 或是現在改名 改名好像沒有比較好 又火燒車了 這個也是很離譜 這個很多民眾 都說 這裡面沒有偷工減料 他們不相信 這裡面沒有什麼回扣 不相信 怎麼可能有品質這麼差 而又不大敢去改進 或是改進的這麼 效力這麼差 是不是這個官員對這個部分 有所這個忌諱 那為什麼忌諱 這個不是監察院應該管的嗎 結果我們好像也要管 結果是把那個去給總統摸摸頭 這個東西好像對監察 那 這個官簽不到 因為 怎麼會去洩漏一些信息 然後又被摸頭 我們知道總統 不可以判一些判刑 但是我們是去調查 以前還沒有做總統的事 不是他做總統的事 因為總統有一些可能機密重要 也許大家不足以了解 那我們現在調查是馬市長的事情 又不是要馬總統的事情 為什麼要監察委員 不帶著他的助理等等 一起去做所謂調查的這種工作 而去被摸頭 這樣是不是破壞我們的監察體系嗎 這部分我想 這個委員在調查過程當中 他調查完了以後 他了解完了以後 他曾經也舉行記者會 我相信委員他自有分寸 我們當然 這個 這些委員 坦白講 什麼各自正義 持候統存義 奇怪 存統求義 等等這些 不是很奇怪嗎 也就是說 他對所有的關聯都這樣子 對一般 還是不是 就對馬總統這樣子 這樣可是不好 前總統那時候 為了尊重司法 甚至故意去到花蓮 這個我們當然也過度了 有點作秀的嫌疑 但是 這樣子這樣加的時候 司法是可以調查總統的 裡面監察委員 反而是這樣子 好像小小的 講到小小的 這樣子對這個 所謂的監察委員的這種 這種看法 其實是不好的 是應該要拜託一下 馬總統 你委屈求證一下 我們在調查的是 以前的事情 你該來就來 我們應該帶著 我們的調查員一起過去 就一起過去 然後好好的做 這樣子才是對 不然的話 這件事情 如果說 如果說 炸物線一下子改好了 不改好 坦白講 出了亂子太多了 最近又火燒車 這裡面沒有人魔不張 這裡面沒有偷供檢料 這裡面沒有拉回購 你相信人民會相信嗎 所以拜託一下 這個部分恐怕也是要認真的去查 因為這個查 當然按照馬英九 他一定要推給別人 不過沒關係 推給別人 至少有人承擔 可以改進 這樣子社會才進步 不然監察委員幹嘛 所以監察委員 人家會覺得說 沒有用啊 遇到大關的大關的大關 就轉彎啊 以前都叫做說 打蒼蠅不把 打虎啊 後來連蒼蠅也不知道打啊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說這個部分啊 的確監察院可能會有不存在的理由 社會上 不然我請教一下 監察院有一段時間 的確不存在 因為都沒有監察委員嘛 那段時間你們怎麼運作 沒事幹 怎麼運作 那社會產生什麼影響 因為那一段時間監察委員都不在 所以我們社會上大亂 還是說社會上反而比較平和 還是有什麼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認為在監察院沒有行使三年半當中啊 這個公務體系的效力是沒有過去好 而且它的風紀也沒有過去好 所以發生的問題相當多 這個是事實 社會對這部分的這段時間的這個觀感不好 好 那當然監察院一直認為這個需要存在了 我們立法院裡面有很多人認為監察院其實不是要存在了 如果你們把調查錢給我們 我們監察 我們立法院也可以去做跟你們差不多一樣的事情 那風紀也不會受不好 那坦白講 外國有沒有監察院 人家也不會有什麼不好 所以這個監察院就是要不要存在討論很久了 你剛剛講那個給我一個書面 好不好 至少統計一下嘛 說這段時間的確貪路增加呢 還是什麼增加呢 為什麼說監察院就一定要存在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看看好像說這個 這些沒有監察委員 好像社會比較平靜 那現在後來反而常常 王健先出來講東講西啊 人家覺得說你要搞什麼鬼呢 那現在還想要增加人 我這個叫增加人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觀眾今天不太敢去討論 又要扣錢 那這個東西監察院正正在看大家有沒有扣錢的這個事情 也在監察人家的 現在自己反而要來扣錢 那如果要這樣扣錢 我相信大家社會要開始討論說 乾脆給立法院 調查錢就好了 那這樣不是解決了嗎 我們就兩院合一啊 跟外國一樣啊 因為監察院也不大像第二國會 也不大像人家眾議院參議院 不知道什麼東西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啊 我看喔 你們對我剛剛講 至少詐胡線應該認證再查吧 至少我們講的一些其他事情 那另外一個 也許 也許 檢調單位也怕你們 檢調單位可以查 為什麼這個查會險這麼不認證 為什麼幾十年來會險還繼續存在 那這個不是說 這個不是說 這個不是說 行政等待鬥嗎 那這個同樣應該可以查 為什麼剛好相反 好像被人家講說 欸是你們監察 裡面的李富田還什麼 欸是把錢聰明搞下來 號稱說 因為查會太認真 欸剛好現在查會太認真下來 不查會怎麼不去談戶 不去做 所以這個部分喔 恐怕檢察院也要一些社會的功能 不然的話 不如給我們立法院就好了 謝謝